本节目由财团法人联华电子科技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听见家乡 带乡亲们听见家乡的故事 每一集我们都会邀请小导演来分享他们眼中的家乡 乡亲们 开播 我是小花 我是思雨 今天我们邀请到抖六的恩尤跟号名 不对不对已经讲错了 他们是抖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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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十一个六 我有记错吗 对十一个 这是他们的对名 好 那个时候我们好像就取了抖六战队 而如果抖六二少 然后他们就后来某一次线上发表什么的 就改成抖六六六六六六六 然后我在线上喊抖六六六 他们就说不对不对 是十一个六 還打在留言板 好,我們歡迎抖6乘以11 這樣比較快 抖6乘以11的兩兄弟 Yeah 兩兄弟都是第二次參加看見家鄉的 對 我覺得可以直接請他們跟鄉親們自我介紹一下 好,那哥哥先 大家好,我是張恩宇 我目前是國二 以前在2020年的時候有參加過看見家鄉 當時我們成功國小拍攝的主題是XX 當時我擔任的是導演還有剪輯 從那之後我就開始愛上了拍攝還有剪輯 每個月都會去拍攝一支影片 也開了一個頻道來上傳這些影片 哇 你要不要偷偷透露你的YouTube頻道到底叫什麼名字 對啊,我們幫你宣傳 叫做張瑜燒 張瑜燒 因為它是張恩瑜 所以叫張瑜燒 好,大家可以去YouTube搜尋張瑜燒 有每個月固定上片嗎? 現在會比較少一點點 為什麼?因為課業比較忙了嗎? 對 沒關係,但如果喜歡恩瑜的夥伴們 可以去搜尋張瑜燒 張瑜燒啦 張瑜燒,可以去搜尋張瑜燒 然後訂閱、按讚 訂閱、按讚、分享 就可以看到恩瑜每個月拍片 是不定時尚片 但他有每個月固定的在乖乖拍片 哇,所以真的是因為拍了茶茶那一次 然後就愛上了剪片 好厲害喔 真是太酷了 好,那換弟弟 浩銘,你跟鄉親們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張浩銘 我現在四年級要升五年級了 我就讀的學校是成功國小 他是恩瑜的學弟耶 所以你們這樣差幾歲啊? 三歲 差三歲 那跟我跟我姐姐差不多 我跟我姐姐差四歲 所以跟你們差不多耶 恩 幹嘛,拒點我 不是你在拒點我 不是啊,兩兄弟在同一個學校 而且他們之前也一起參加看見家鄉 這個主題了嗎? 恩,我們想要拍攝這個主題的原因 是因為我和哥哥從小就會去買他們的鹹素雞 哥哥二、三年級的時候 每次上完鋼琴 下課都會去買來吃 每個禮拜都可以吃到美味的鹹素雞 還有下雨天的時候 其他攤位都沒去擺攤 唯獨他們家的攤位在營業 所以我們就很好奇 他們發生的事 到底是什麼原因 讓老闆娘可以經營三十年 從來沒有要關店的念頭 也想要了解老闆們的內心故事 就這樣 哇,他們已經做三十年了 那真的有那麼好吃嗎? 我們現在真心在後期 真的很好吃 所以我們以前每個禮拜 現在也是啊,每個禮拜都會去吃 做三十年的老店真的很不容易 都是同一個老闆嗎? 現在老闆是以前一開始開店老闆娘 已經換第二代了 對 但鹹酥雞因為台灣很多鹹酥雞的小吃嘛 所以可以做三十年的真的很不容易 真的,代表說在那個地區其實是屹立不搖 而且恩魚跟浩銘我們問他們說 好吃嗎?他們就這樣 點頭 真的好吃 很誠懇的 那我也想問問看恩魚 你覺得這間鹹酥雞店對你來說 跟其他這麼多鹹酥雞店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除了對你來說 有一個很不一樣的回憶的連結 你以前都會去吃嗎? 還有什麼其他特別的嗎? 我覺得最大的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他們在雨天的時候 其他的攤位都是在 都是沒有出來營業 但是他們就是不會風雨 還是出來繼續把鹹酥雞賣給大家 那你們有問過老闆為什麼這麼做嗎? 他們有沒有這麼回應? 對,你們去採訪的時候 老闆是怎麼回答的? 他們就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因為要過生活 要加減 就是加減賣 然後還有因為他們的食物 都是他們自己 每個禮拜去帶回來的 所以不賣掉的話 那些食物就等於是浪費 所以一定要把那些食物要賣出去 就是雖然賣的可能會比較少 但是為了要把他們全部都賣完 還是要出去 對,而且在雨天的時候 其他攤位 剛剛恩雨有講嘛 其他攤位可能沒有出來賣 所以他們可能也可以 多多少少賺一點錢這樣子 來貼補家用 那我們就想問你們啦 你們在採訪的過程中啊 或是拍攝的過程中 甚至是剪輯的過程中 有沒有遇到什麼印象深刻 然後那時候就有發現說 他們的表達的能力其實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臨時就改變了影片的呈現方式 會多一點我跟浩銘的對他們的回憶以及想法 還有我們去拍攝的時候 還有我們去拍攝的時候遇到的好玩的事也會放在影片裡面 對 會錄音 會錄音就是會有很多的旁白 然後來代替老闆他們來講這個故事 就是從你們聽到的老闆的一些回答裡面 幫老闆去把故事講得更完整 對 那浩銘呢 你在跟著哥哥拍的時候有沒有遇到什麼好玩的事情 你們是不是有一次去拍的時候 然後遇到了一隻小狗狗 對 就是別人家養的 那時候我就在拍他們把鹹速機的餐車 拉出來 拉到一個廟口的空地的時候 就是我後退後退的拍 然後然後我就後面就有一隻狗 然後我沒發現啊 然後那個老闆的兒子那時候就是他在推 他就說小心那裡有狗 那時候就這樣說 嗯 所以這件事情讓你有什麼感覺 覺得老闆很貼心嗎 還是覺得看到狗狗很有趣 因為老闆很貼心 啊真的 其實我有看到他們的這一段 因為他們有剪在他們的影片裡面 然後那一部分是誰上字的 我可以問一下嗎 上字幕 我上的 是恩瑜上的 因為恩瑜就是寫說 小心那裡有狗 這樣 就是他上的很像那種 YouTube上面的YouTuber會 會打的那種字幕的特效的那種節奏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那一段也是覺得 哦 怎麼這麼可愛 一方面是老闆也很可愛 他在推那個餐車就很專心之餘 他會注意恩瑜跟浩敏在拍他 然後就說小心那邊有狗 提醒他們要注意安全這樣 哦 所以你們在拍攝的時候 也是遇到了蠻多可愛的事情 不管是跟老闆啊 或者是遇到了狗狗的這兩件事情 了解 了解 採訪到這邊先休息一下 接下來是 嗨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Vito大叔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的 Pocket小教室是什麼呢 上一集啊 我們聊過了事前訪談 對不對 這一集呢 啊 我們終於走到這個錄音室嘛 大家都沒有遲到 我們要開始正式錄音了 那在正式錄音之前 我們要做哪三件事情呢 大家記起來哦 第一件事情呢 叫做開賞 因為通常啊 我們就是 就像是運動要熱身一樣嘛 其實啊 聲音啊 聲帶啊 它也是有肌肉的 所以呢 我們要有一個最好的一個工作狀況 所以呢 在錄音前都要做開賞 那怎麼開賞呢 很簡單嘛 就是先從聊天開始啊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開始 欸 好久不見了 我們終於見面了 就開始寒暄個兩句 那在這個寒暄的過程中呢 也再確認一下 待會我們要聊的事情是什麼哦 所以呢 在這個過程中 你就可以做到第二件事 叫做放鬆情緒 尤其是對一些 比較沒有經驗的受訪者來講 這或許是他人生第一次 踏進這個錄音間一樣哦 Vito大叔哦 第一次 第一次被采訪的時候 我跟你說我好緊張 我前一天晚上都睡不著覺 你知道嗎 然後在整個在路上啊 就是心裡面就很糾結 那還好啊 到了那個錄音室 這個很有經驗的主持人哦 他一看到我就知道我在緊張 所以他就完全就是不管我 你知道嗎 他也沒跟我聊 待會要聊什麼 他就開始問我說 欸 你昨天晚上吃什麼 我的天啊 我就完全就被他勾到 然後我就很放鬆的跟他講說 欸 我昨天去吃了什麼好吃的東西 就在那個一來一往之間 欸 我整個人放鬆下來 所以你看這主持人 引導的功力有多厲害哦 所以這第二個叫做放鬆情緒 那第三個呢也很重要哦 就是在這整個過程裡面呢 你的來賓會跟你建立一個安全感 好 因為人啊 到一個陌生的環境的時候 你看哇 這是什麼地方 然後一堆人瞪著我 尤其是越大的錄音室 你就覺得越緊張 啊 如果你今天是去錄影棚 我告訴你那更緊張 整個黑壓壓的人都在瞪著你 你都會全身不自在哦 對啊 所以透過這個寒暖暖場的過程呢 欸 你原本很緊張的這個壓力啊 然後那個緊繃的肌肉都會瞬間的放鬆 欸 你就會很輕鬆自在的 不管是你聲音出來的品質也好 不管是你說話說出來的內容也好 都會讓人家覺得 啊 很舒服 很溫暖哦 這就是寒暖暖場的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千萬記得哦 不要一進辦公室又開始錄音 要好好的做好這個熱身暖身的動作好嗎 祝大家Podcast的節目都可以順利的成功哦 以上就是這一週Vito大叔 跟大家分享的Podcast小教室 我們下一集見囉 拜拜 那我們繼續開會吧 那因為你們都是第二次了嘛 就很想知道說 你們覺得前一次跟再一次的體驗上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感覺 不管是拍片啊還是課程上 課程的部分有比以前還要難很多 像是有動畫課然後還有還有簡報課 然後最困難的就是上次去台北的時候的提案會 那時候我們都非常的緊張 嗯 提案大會真的是 每個回流小導演的夢魘 對 每一組回流小導演跟我們聊到都會覺得 啊 那時候去台北啊 提案大會真的緊張死樂的這樣的感受 那恩與你喜歡那個這一次幫回流小導演設計的課程嗎 會不會覺得太扯了 真的有學到很多東西 很多有實用的東西 真的哦 那你覺得最實用的是什麼 嗯 那個剪輯軟體那個Premiere Pro 那個上次對付來的時候有教舞 對 因為恩與剪片啊 不是用那種比較簡單基本或是入門款的剪輯軟體 通常大家都會用威力導演啊 或是什麼Movie Maker那種 就是很basic的那種剪輯軟體 它是用Premium Pro 它現在已經是那種專業YouTuber 對啊 還有開頻道耶 每個月都出去拍片了對不對 恩與大導演 你說是不是哈 對啊 哈哈哈哈 他這一點都不謙虛 他回答的 他回答就說 對啊 我就是大導演 這樣子的感覺 就是我們在回流小導演的營隊 有提案大會這件事情嘛 那提案大會在專業的提案會裡面 那些紀錄片導演都會被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以後還有機會 你會想拍什麼樣的故事 那也想問問看恩與 如果有機會你想拍什麼樣的故事 如果之後還有機會可以參加這個活動的話 我會想要拍 我們在我們家前面這條路 每個禮拜三都會經過的臭豆腐的店 它在也是一樣從我們小時候 它就會每個禮拜都會經過我們家前面來賣臭豆腐 希望可以去了解它 我現在覺得恩與走的路線就是 走六美食專題你知道嗎 對耶 你怎麼都拍美食 一下鹽酥雞一下臭豆腐 我覺得美食比較好呈現影片 真的嗎 而且比較多畫面可以用 我想到的是美食反而去拍那種攤位 然後老闆可能要一邊做生意 然後又要一邊受訪 被拒絕的機率比較大耶 你覺得你在這件事情上面有遇到困難嗎 就是會被老闆拒絕 可能老闆都看我們是小朋友不太會拒絕 哦 小朋友紅利啦 利用自己年齡的特權 那浩鳴呢 浩鳴有沒有想拍什麼故事 呃 我沒有想要拍的主題 但是我 如果哥哥要拍的話 我一起來 哦 所以如果哥哥要去拍臭豆腐 你就願意繼續當他的小幫手 對對對 對對對 好 沒問題 有哥的專業小幫手 對啊 這兩兄弟真的是一個很好的搭檔 很好的組合耶 嗯 啊 那我再追問一題好了 恩宇 恩宇 我問你 就是啊 嗯 因為你這一次是只有你跟弟弟拍嘛 對 那 因為你們又差三歲 所以 你的責任就會比較大 要負責想一些主題啊 或者是寫一些影片大綱啊 影片的文案啊 做海報啊 負責剪輯啊 構思 整個影片的架構之類的 你突然身上多了這麼多工作 會不會讓你跟弟弟在相處或是討論上面 有一些摩擦 恩 就是覺得 弟弟都沒什麼在做事 然後就會 有時候要叫他做一點事的時候 他會很不開心 他就還是會很不開心 恩 弟弟在旁邊還得意的點頭 對 弟弟在旁邊說 恩 我就是來這裡扮演小搗蛋鬼的 可是你可以從恩宇的語氣裡面聽到 他雖然有點小小的在抱怨弟弟說 弟弟有時候都不做事 但他其實還是笑著的 恩 就是 那我問你恩宇 如果弟弟以後在你要去拍臭豆腐的時候 他說 哥哥我還要繼續當你的小幫手 你會讓他跟嗎 會啊 當然會啊 恩 對吧 你看他雖然嘴上抱怨弟弟說 都沒什麼在做事 但是其實他們兩兄弟還是很好的搭檔 恩 感情風 好 等你們拍臭豆腐的故事喔 下次我們去豆腐的民樓帶我們去吃蘇姬好啊 好啊 好好好 打鼓鼓打鼓鼓 哈哈哈 浩敏很酷耶 浩敏打鼓鼓是這樣子耶 兩個六到幾段 六六六六六 好啦 那麼我們今天就是聽了 豆腐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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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腐的故事 非常的精彩 真的非常的六六六 那麼今天的時間也就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今天的社區大會就先到這邊結束囉 各位乡亲记得每周六都要准时出席 那我们今天就散会咯 拜拜 今天说我的家乡很高兴邀请到秀梅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台南树林的故事 我想要分享我们七谷区树林里的故事 我们七谷区树林里 大家对七谷的印象大概就是很多观光客的延山 但是很少人知道我们的七谷区 其实有一个人口非常老化的社区 但是在这一次的国庆日上面 我们的树林里被看到了 就是大家对总统府前面表演的三大议政 应该很有影响 那我们呢其中里面的白鹤镇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家乡 就是树林里 我们树林里是白鹤镇的发源地 对然后在这一次的国庆日的表演呢 其实我们社区里面动员了非常多的非常多的人 对就是因为这个白鹤镇本来就是我们社区的中心信仰 就是大家在这样子一个很重大的庆典的时候大家都会集结起来 因为觉得只有在这个时候你看不到我们社区里面的人口只有老人跟小孩 对就看到好多的大人啊年轻人都回来了 大家就为了这样子一个信仰努力的练习 然后就希望说在这样子一个特别的节日里面 能够展现出我们对于这个白鹤镇这个中心的部分 大家很坚持的这个力量 感觉白鹤镇在树林人的心中不只是一个信仰 其实更像是凝聚整个社区的力量 没错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说在这样子的一个被看到的 这样子的一个时刻好像全部的社区的人 大家都在都是在一起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很喜很想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们家乡呢其实大家到七谷来的时候 可能除了在看到我们到那个沿海附近看沿山去吃海产的 的一个时候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一个小小的树林里 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白鹤镇的文化 对来看看来我们的保安公逛一逛来看看我们的白鹤镇 我觉得很帅气 推荐大家下次去树林的时候可以到白鹤镇去看一看哦 谢谢秀美老师 谢谢 不想错过任何社区消息的乡亲 可以从资讯栏连结前往追踪台湾看见家乡协会的脸书 IG跟YouTube频道 也欢迎乡亲们用家乡故事灌爆说我的家乡现象 还要记得每周六准时出席社区大会哦 我是小花 我是思雨 我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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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次见